今天我們很高興得到吳羅瑜老師 回來和我們在這裏正道 我不再多介紹 因為吳老師已經來這裏講過 我們現在很歡喜 請吳老師和我們講道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好高興今天又來到大家當中 很高興今天又來到大家當中 特別往往你們給我一些題目 要指定要講些什麼題目 我來這邊講大是有一些指定的題目 所以逼著我要好好地去看聖經 逼著我要好好地去看聖經 聖經什麼時候都是很豐富的 聖經什麼時候都是很豐富的 所以每次來講道 我自己都有很大的得著 所以每次來這裡講道 我自己個人都有很大的得著 另外我能夠來 我也可以幫神學院做一些廣告 那我可以來這裡 同時間我也可以為神學院做一些廣告 今天我特別是要介紹我們在3月24日一個特別的聚會 那我今天特別要介紹給大家一個在3月24日的聚會 叫做神學生體驗日 叫做神學生體驗日 即是說那天如果你來我們神學院就可以做一天的神學生 可以上兩科的課堂 可以有機會上兩堂課 一科是系統神學 一科是系統神學 系統神學 另外一科是摩西五經 另外一科是摩西五經 應該都很精彩的 應該都是很精彩的 那我們也會介紹神學院不同的課程 那當天我們也會介紹在神學院不同的課程 你也可以參加組會 也可以請大家一起參加早會 也都有午餐供應 那天也會有午餐供應 可以參觀校園 也可以參觀校園 是3月24日星期二 那當天是禮拜二 3月24日 即是早九點鐘到四點半 將會從早上九點半開始到下午四點鐘 那我就留下一些海報給大家參考 那這裡會留下一些海報讓大家可以參考 另外我亦都帶了神學院的一些課程的介紹 另外我也帶了一些神學院的課程的介紹來 希望如果弟兄姊妹是想讀神學的 那請你來看一下 希望如果弟兄姐妹們當中有誰想要念神學的話可以參考 好 那我就介紹完畢 正式來開始講到 那介紹完畢 我們現在正式開始正當 請問是我控制後面的PowerPoint 還是你幫我控制的 後面應該是鄧太太幫我們控制 你只要揮手她就給你下一個Slide 好多謝他們幫我做了一張很美麗的海色的Slide 感謝你們為我做了一張這麼有顏色彩色的電鍵 那今天我是按照大家給我的題目是要講和平的 那按照我說到的題目今天是要為大家說和平 下一張的Slide 下一張的Slide 跟著是看很清楚 Ben請你關一下燈好嗎 都是很暗 不好意思原來很暗 那和平是什麼呢 那和平是什麼呢 為什麼你們要我講這個題目呢 為什麼你們要我今天說這個題目呢 因為你們有一系列的是要講聖靈所結的果子 那是因為今年你們有一個系列的要說這個聖靈所結的果子 那是加拉太書五章二十二節到二十三節這樣講的 那在加拉太書的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節是這麼說的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人愛喜樂和平 還沒讀完啊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接著下來還有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我特別呢 我特別呢 將個和平那個字呢 是用不同的顏色表明出來 那我其實有特別 將和平這兩個字用了不同的顏色表明出來 另外呢 如果你看英文的時候呢 你會發覺 原來九個 九樣東西呢 夾起來是一個果子 那如果你們留意一下 那如果你們留意一下 他英文如果九個這個 九個這個數字加起來 好像是一個果子 因為他用了 is這個單數的字 因為你看他上面寫的是is 是一個單數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什麼什麼什麼 他上面寫了聖靈所結的果子 他只是說一樣是以下的幾樣 所以有人認為呢 就是聖靈所結的果子 主要是一個 不過有九方面的表彰 所以有人也說呢 聖靈所結的果子其實只有一個 但是有九個方面的 下一張 請看下一張 那對不起 全部都是這麼蒙茶茶的 不好意思 對不起 都是這麼淡的顏色看不清楚 那這個和平這個字呢 就是翻譯了希臘文 那和平這個字呢 在希臘文的翻譯 希臘文呢 是Irene 希臘文是Irene 請問在座當中 有沒有人叫做Irene 請問當中有人叫Irene嗎 我們平常有一位姐妹 今天沒來 真的不好意思 大家都知道她今天沒來 為什麼我要講Irene呢 因為Irene那個字 其實就是希臘文 這個和平這個字 Irene這個字 那我要提到Irene這個名字呢 那也就是說 這個名字 在希臘文來說 意思是和平 這個Irene 這個希臘文的字呢 通常用來翻譯 希伯來文的Shalom 這個字 那這個字來翻譯 如果是希伯來文的話 叫做Shalom 那無論是Irene 或者是Shalom 意思都是很廣闊的 那無論是Irene或者是Shalom的話 這個翻譯都是很廣闊的 那我就發現呢 中文聖經呢 就有兩大類的翻譯 那我發現中文聖經呢 就會有兩大類的翻譯 有些呢就翻譯做和平 有一些翻譯為和平 另外呢就有一些呢 就翻譯為平安 那另外有一系列呢 就翻譯為平安 英文呢就比較一致 那英文會比較一致 英文通常呢就翻譯為Peace 那英文平常就翻譯為Peace 但是中文呢就是有平安 有和平這兩方面的翻譯 那中文就有平安與和平這兩方面的翻譯 那我就在心裏面在這裏想了 平安和和平 在中文就說有沒有不同的呢 那我在心裏面就想了 在中文來講的話 平安與和平這兩個詞有什麼分別呢 那我就覺得你會說出入平安 你不會說出入和平的 那我就會想 我們都會說出入平安 但我們不會說出入和平 平安通常呢是講外面的境況 那平安通常是說外面的境況 比如說沒什麼危險 所以出入平安 比如說就是沒有危險啊 所以就是出入都平安 另外呢 平安也都很多時候講是內在的一種心境心態 那平安很多時候呢就是說內在的心態 所以呢就是沒有焦慮沒有掛慮 就為之平安 那意思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焦慮沒有掛慮 那你內心是有平安 那主耶穌曾經說呢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那主耶穌曾經說呢 要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Peace I live to you Peace I live to you 這樣那個平安 通常我們就意味呢 是心裏面那種感到很安樂 很祥和的 那這個平安就是我們平常裡面 感到是很安心很祥和的 那和平又怎樣呢 那和平又是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和平呢往往是涉及一些雙方面的關係 那我覺得呢和平呢是涉及這個雙方面的一些關係 他的相反詞呢就是戰爭啊競爭啊那類 那他有個反義詞也就是說有戰爭或者是競爭的意思 或者敵對啊冤仇等等 我不知道在座當中有沒有人的名字是有和平的 我不知道在座當中有沒有人的名字是有和平的呢 有人的名字是有和平的 有人的名字的意思是和平 我以前的朋友同學當中呢也都有人的名字叫和平的 我以前的一些朋友的名字當中也有人叫和平的 往往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生的那些人來的 往往是因為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戰以後出生的那些人的名字 就是我們所謂的baby boomer那一代 也就是baby boomers的那一代 早期的baby boomer就是1945、1946、1946、1947那一代 也就是早期大概是1946、1947年那一代 那通常呢父母可能會安名叫和平 那父母很可能就是為他們孩子起名叫和平 就是說呢沒有了戰爭了是太平盛世了 也就是說當時沒有了戰爭了是太平盛世了 那這個是一般的用法 那這個是一般的用法 那但是世界上為什麼會有不和平或者有冤仇 世界上為什麼會有呢 那實際上為什麼會有冤仇有一些不和平的事呢 我發現這個冤仇不單只是人與人之間的 也都有是人與神之間的不和 所謂的人可能是整個人類 所謂的人也可能可以只是整個人類 或者是個別的人 也可以說是個別的人 與神為敵 第二種的情形呢就是人與人之間 那第二種情形呢就是人與人之間 可以是很多人和很多人之間 也可以是很多的人跟很多的人之間 比如說是不同的種族之間呢有仇恨 比如呢也就是有一些不同的種族之間的一些仇恨 我不知道大家在奧克林會不會看到黑種人的時候會比較害怕一些的 不曉得我們在奧克林的一些人會不會看到一些非洲裔的人會覺得有害怕的感覺 雖然這樣是不應該的 雖然這樣是不應該的 但是我們好像很自然地對非洲裔的人是有點擔心的 但是我們很自然地就會感覺到 看見這些非洲裔的人就會有一些擔心的感覺 因為有很多是華裔的人和非洲裔的人之間有過一些矛盾衝突 因為有一些是華裔之間跟非洲裔之間的一些人的一些衝突 另外呢不同信仰的群體當中呢有時也都是會有這種的敵視磨擦 那在不同的信仰當中的一些人之間的一些群體也可能會有一些仇視 一些磨擦 比如說今早上剛才領事傳道國傳道就提到這個ISIS 伊斯蘭共和國的人就迫害基督徒 那比如是剛剛我們美娜傳道領事的時候有提到 就是這個ISIS那邊的人他們有迫害一些基督徒 所以是種族之間不同信仰之間是有仇視的確如此 那所以呢在不同的信仰的宗教中間會有一些仇視的 但是不單止是很多人和很多人之間 也是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都可以有敵視 那在這些當中不單只是群體之間的敵視 也有是個人之間的敵視 那我曾經講過基督徒怎樣對敵人 我曾經講過這個題目 那我曾經有講過一個題目就是基督徒怎樣對待敵人 基督徒都有敵人的嗎 那基督徒也有敵人嗎 那我後來想想可能有幾種原因 為什麼基督徒都會有敵人的 那我想一想以後有可能有幾個原因之下 基督徒也會有敵人 譬如說你和另一個人意見不同 例如就是你跟另外一個人有不同的意見 初初只是講過事情而已 那剛開始可能只是因為針對一件事情 但慢慢可以演變為人身的攻擊 那慢慢有可能會演變為這個人身攻擊 然後呢就你生我我生你 然後呢就會你生我的氣 然後我也生你的氣 我不想理你你不想理我 我不想理睬你當然你也不想理睬我 那所以呢就演變成有冤仇 那所以呢就會演變下去變成有冤仇 有沒有可能啊 有沒有可能 有 有可能 另外呢就是有競爭出現 那另外就是有競爭的出現 世界上的資源很有限 那世界上的這個資源是非常的有限 譬如說在教會裡面 可能大家都想做某一個職位 感謝主如果有這樣的事情 感謝主如果有這樣的事情 因為很多人是不想做教會的事情 因為很多人是不想做教會的事工的 但萬一兩個人都想做同一份的職位的時候 萬一在這個情況就是兩個人都想做同一個職位的時候呢 那就會有競爭了 那就可能會有競爭 競爭的時候就會演變成敵人了 那競爭可能會演變成敵人 有時候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 當中的衝突是無心去傷害別人的 那有時候呢 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的中間 也可能是無心的去傷害了別人 但是呢 也都有一些黑心肝的人 當然也有一些是比較黑心肝的人 那他呢 就是特意要去害你 那他就會特意特意的要去害你 那於是呢 人和人之間會有冤仇 那於是呢 人與人之間會有冤仇 那聖經怎麼說冤仇呢 那聖經上面要怎麼說冤仇呢 我今天選的那段經文在以弗所書第二章十一到夜二節 那今天的經文是在以弗所書的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二節 剛才大家已經讀過了 那剛才大家都已經看過了 所以就不需要再讀了 那就不重複了 但是呢 我在這一章的slide裡面呢 其實我是將有一些字眼特別的強調的 那其實在電片上面有一些字眼呢 我是有特別的強調了一下 有放顏色 大家看一下有從前 大家看一下有從前 大家看一下有從前這兩個字 有幾處有三處 有兩處的地方是用了從前 那有兩個地方有用的是從前 也都有一個地方叫那時 也有地方上面寫的是內時 就是說這裡的經文呢 有些是回想以前發生的事情 也就是說經文上面有回想一些以前的事情 另外我也想大家看到有一個字是余金 那你想看到就是大家看到有一個詞叫做如今 換句話來說呢 這裡是以前和今天的一個對比 那換句話說這邊有一個是以前跟現在的一些對比 在共產黨執政初期呢 在共產黨執政的初期 那他們有時候有一個口號 他們那時候有一個口號 就是說一股絲甜還是什麼 以絲就是說以前很苦的 那你現在就要感謝新政權給你這麼多好處 那意思就是說呢 那意思就是說呢 讓他們要想到以前是多麼的苦貧窮那樣子 然後那就是感謝當時的 政權 那這裡其實都是類似的意思 那這裡也有一些類似的意思 我們要想以前我們是怎麼樣的 我們想一想我們以前是怎麼樣的 現在又怎麼樣 那現在又怎麼樣呢 於是我們就懂得感謝神 第二章slide繼續下去 都是經文來的請下一張 這裡有不在那個字 這裡有不在這個字 不在也是將現在和以前做的對比 那不在這兩個字也是對比的以前跟現在 那我們看一下以前是怎麼樣的 我們看看以前是怎麼樣的 原先的冤仇 我們看看下一張 原先的冤仇 原先的冤仇 就是以前原先的冤仇 首先是看人和神之間的冤仇 首先看一下人與神之間的冤仇 我們很多時候想我信神是給面神 有時候我們會想我們相信神是給他面子 不是嗎 我各個宗教不選我選基督教我給面子 那為什麼那麼多宗教我不挑選就挑選基督教呢 我給他面子 但是其實原來我們是與神為敵的 那其實我們當時是與神為敵的 這個是有冤仇在裡面 這個是有冤仇在裡面 是聖經這樣說的 聖經是這麼說 我讀出來幾樣東西描寫我們怎麼樣以前是與神為敵的 那這裡唸一下看一看 聖經怎麼描寫我們以前是與神為敵的 在你不信耶穌之前其實你是與神為敵的 那在你不相信耶穌之前是與神為敵的 這裡說本為可怒之子 經文上面有寫到原來是本為可怒之子 即是說神是值得生氣的 也就是說神當時是應該要惱怒你的 憤怒的 對你是憤怒的 另外他就說是與基督無關的 當時那邊有說到就是與基督無關的 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 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 又說是遠離神的 也是遠離神的 提到有冤仇 那上面有提到有冤仇 就是記在律法上的規條 就是記在律法上的規條 我們現在回頭再想一想這裡所講的描寫 那我們回想一下這裡寫的描述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讀過李白的一首詩 大家有沒有讀過李白的一首詩呢 那他就說舉杯妖明月 就是主持杯奶邀前月亮 舉杯妖明月 那就對影成三人 那對影成三人 為什麼他這樣說呢 那為什麼他這麼說呢 其實只有他一個人 那其實當時只有他一個人 但是因為連上月光第二個 月光是另一個 那他就把月亮也連在一起 就第二個了 然後看到自己的影 然後他又看見了自己的影子 所以加起來是三個 所以他就加起來是三個 其實就是只有他一個人 其實只有他一個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其實是多孤單 有沒有想像到當時他是多麼的孤單 其實在柔柔宇宙當中 在柔柔宇宙當中 在柔柔宇宙當中 他覺得自己其實是只有一個人 他覺得自己其實只有一個人 不知道我們有時候會不會都是這樣的感覺呢 有時候我們會不會也有這樣的感覺呢 很孤單只有一個人 很孤單一個人 如果我在家病了 甚至死了 有沒有人知道呢 那如果我是在家裡生病 躺在那裡 可能已經死亡了 到底會不會有人知道呢 這個世界如果我死了 有沒有影響的呢 在這個世界上 如果我已經死了 有沒有影響這個世界上的事呢 有時候想像一下都挺淒涼 有時候想像一下 好像覺得也很淒涼 那或者我們會想像我是屬於誰的呢 有時候我們會想像我是屬於誰的呢 很多時候 如果你結了婚 你就會想像我是屬於我的配偶的 那如果是你已經結婚的話 你會想像我是屬於我的配偶的 如果那個配偶死了 那我又屬於誰呢 那如果我的配偶死亡了 那我又屬於誰呢 或者我是屬於我的子女的 或者會想像我是屬於我的子女的 但是如果那些子女不怎麼理你 那你又屬於誰呢 那如果子女對你都不關心了 那你又想是屬於誰呢 會不會覺得自己好像 孤零零沒有所屬呢 有沒有感覺到自己非常的 孤苦伶仃沒有所屬的呢 這套經文告訴我們 我們以前就是這樣了 經文這裡告訴我們 我們以前就是這樣子的 活在世上 沒有指望沒有神 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 他這裡說沒有家人 他不是這樣說 是沒有說沒有家人 但是經文上面沒有說你是沒有家人 但是有神是最重要的 但是有神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朋友 因為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朋友 會改變的 他們會有改變的 他們會有改變的 我們也都會 工作有改變 那我們自己也會 工作上面有改變 或者退休了 或者可能退休了 是什麼東西使得你有獨立的存在呢 是什麼事情令到你有獨立的存在呢 讓你的存在是覺得有意義呢 讓你的存在是有意義的呢 有什麼是不改變的呢 其實答案是神 那其實答案很簡單就是神 因為神呢 是比貼身高藥更貼身的 因為神是比貼身的膏藥更貼身的 高藥都可以脫掉 因為一些膏藥貼在身上也可能會掉下來 但是神是永遠在那裡 但是神祂是永遠都會在那裡的 在那裡也在這裡 祂在那裡也在這裡 在古時也在現在 祂在古時候 在以前也在現在 所以我們原先沒有神的時候 其實是很可憐的 所以以前 原來我們沒有神的時候是非常可憐的 不單是沒有神 而且我們跟神是有仇的 不單是沒有神存在我們當中 那個時候跟神是有仇敵的 是有這種冤仇 是有這種冤仇 好了我們除了跟神以前是有這種冤仇之外 我們跟人也是有冤仇的 那以前與神有冤仇 當然跟人之間也有冤仇 我們看下一章 這裡的經文主要是講兩個群體 那經文這上面所說主要是關於兩個群體 讀者是屬於外邦人的群體 那讀者是屬於外邦人的群體 而相對於以色列神的選民是另一個群體 那相對於以色列神的選民是另外一個群體 那作者保羅就在比較這兩種人 那作者保羅在比較這兩群人 講外邦人以前是跟以色列人怎樣有冤仇 再說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以前是有怎樣的冤仇 那我就讀出他所提出的一些事項 那這裡讀下的上面有寫的一些事項 首先就是以色列人是受割禮的 那首先就是以色列人是有受割禮的 那這樣東西就在大庭廣眾不太好解釋 那現在就不是很好的解釋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主要是講對男士的生殖器官的處理的包皮 那受割禮這個割禮的意思呢 就是在男性的性器官上面處理一個手術 割掉包皮的意思 那猶太人呢是受割禮的 那猶太人呢都是受割禮的 那猶太人呢都是受割禮的 是指男士 是指男性 那但是外邦人呢就沒有受割禮的 但是外邦人當時是都沒有受割禮的 那以色列人呢就看不起外邦人 那所以當時以色列人就看不起外邦人 就說你們是沒有受割禮的 就說你們是沒有受割禮的人 那另外呢就是以色列人認為自己是神的選民 那當時以色列人就覺得他們當時是神的選民 那的確是神的選民 那也的確他們是神的選民 因此外邦人在他們眼中呢是沒有分於被神選選這件事 所以在他們當中呢外邦人呢是沒有被神選的一些人的當中不在當中 而且呢神應許給選民的東西 外邦人是沒有分的 而且他們覺得是神應許給一些選民的話 那些外邦人是沒有這個分的 講到外邦人你要知道我們 我們就是外邦人了 說到外邦人你們知道誰是外邦人 我們也是外邦人 總之不是猶太人的人就是外邦人 總而言之不是猶太人的都是外邦人 那另外呢猶太人和外邦人中間好像有一棟牆隔開的 那另外呢就是外邦人跟猶太人之間好像有一塊一幅墻在中間隔開了 那我們以前以為是一種的象徵說法 那我們以為是一個象徵的一個說法 原來真的是有一棟牆的 原來真的是有一道牆 在哪裏呢 在哪裡呢 原來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裏面 原來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裏面 以色列人的院子 和外邦人的院子 中間是有一棟矮牆的 那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之間 他們中間的院子裏面是有一幅很矮的牆 但是矮牆上面寫著一些字句 在這個牆上面有寫著一些字句 如果外邦人衝過這棟牆會有什麼後果呢 如果外邦人過了這棟牆會有什麼後果 他可能是會被打死的 他可能會被打死 所以的確是在猶太人和外邦人中間有一個隔斷的牆 所以的確是在外邦人跟猶太人之間的一個隔開的一幅牆 另外以色列人他們是有很多的規條 那以色列人他們有很多的規條 沒錯這個是神給的 沒有錯這個是神給的 但是很容易就變成了一種的隔膜 但很容易就變成了一種的隔磨 以至外邦人好像是沒有份於神 以至於好像外邦人在神裡面沒有一份的 好像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中間有冤仇 好像是以色列人與外邦人之間的一些冤仇 最後這個經文也都提到以前我們是外人 最後經文這邊有提到我們以前好像是外人 是客旅 我想這個我們作為中國人在美國很有深刻的感受 我想作為我們中國人在美國這裡會有很深刻的一個感觸 你一天沒有綠卡之前 一天還沒有綠卡 你好像都是身份不得穩定的 也好像是說身份沒有穩定 很多東西你是不及人的 很多人感覺自己不及人 好像是外人 就覺得自己好像還是外人 英文更離譜 英文的翻譯更離譜 Alien 叫做Alien Alien是我們未曾有身份之前的人 Alien也就是我們還不曾有身份的人 會讓你想起外太星人 最讓人想起的就是一些外太空的外星人 對 我們以前就是Alien 那我們以前也是Alien 在聖經裡面說我們都是Alien 聖經上面也說我們也是Alien 因為我們本來不是神的選民 因為我們本來不是神的選民 沒有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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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跟神的關係是疏離的 所以我們跟神的關係也是疏離的 我們只能夠邀請月亮來跟我一起對應成三個 就好像是禮拜我們邀請月亮與我們一起成三個 我們也都沒有份在這個美好的國家裡面 那我們也沒有這個美好的可以在這個國家裡面 即不是以色列選民 也就好像不是以色列的選民 好 這個是以前 那這個是以前 那現在怎麼樣呢 那現在怎麼樣呢 請看下一章 冤仇的化解 冤仇的化解 這裡的化解冤仇 提到主耶穌做了很多工作 那這裡怎麼樣去化解這個冤仇 提到主耶穌有做了很多的工作 經文提到在基督耶穌裡面藉著他的血得以親近神 那經文上面有提到的是 藉著耶穌基督的血可以靠著他的血得以親近神 又說耶穌以他的身體廢掉冤仇 上面也提到耶穌基督以他自己的身體來廢掉這個冤仇 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 他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 大家有沒有留意這些東西全部都是牽涉到主耶穌的死 那有沒有留意到這些傳道是牽涉到主耶穌為我們的死 是他為我們代贖的 是他為我們代贖 如果不是他代替我們我們都是憤怒之子 如果不是他代替我們我們還是這個憤怒之子 所以我們全靠基督的救贖 所以我們全靠基督的救贖 在我們今天所讀經文之前的二章八節有這樣說 我們讀的經文之前在第二章的八節有這麼說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也恩若信 也因著信 這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神所賜的 乃是神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你們自誇 這裡告訴我們 我們的得到救贖 完全是神的恩典 這裡告訴我們 我們之所以得到這個救贖 完全是神的恩典 但不是說你想不想 神都救了你了 也不是說你想與不想 神都已經救了你了 因為你是要信的 因為你是要信的 你要接受神所給你的禮物 你要接受神給你的禮物 如果你是這樣接受的話 如果你這樣接受的話 我們就能夠在基督耶穌裏面親近神了 那我們就可以在基督耶穌裏面親近神 這個是我們個人和神的復和 這個是我們個人與神之間的復和 但是仍然都要解決以色列民和外邦的人 兩個群體如何復和呢 那仍然也要解決這個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之間 群體之間的怎麼樣複和 這些短的經文就很強調這一點的 那經文在這裡你又很強調這一點 有四次提到兩下 有四次提到兩下這個詞 什麼叫兩下呢 什麼意思是兩下呢 不是說一下兩下 打你一下打你兩下 不是說打一下打兩下 而是說兩組兩邊兩方 意思是兩方面兩組的人 這裡說因為主耶穌的死 就將兩組的人合而為一 這裡說因為主耶穌的死 就把兩方面的人合而為一 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拆毀了中間的牆 然後造成一個新人 然後造成一個新人 成為一個個體 成為一個個體 與神和好 與神和好 然後就兩下直接在聖靈感動 進到神的面前 那當然就是藉著這兩下就要 藉著神的面前 聖靈面前 聖靈面前 進到神的面前 那麼時間關係呢 那麼我們就跳下一張 時間關係 我們跳下一張 我們不單止是能夠化解了淵仇 我們不單止是化解了冤仇 而且我們有一個美好的前景 而且我們有這個美好的前景 我們有好的身份 我們有好的身份 我们现在是做国民 我们现在是国民 公民 也是公民 与圣徒一起是公民 而且是与神有父和子女的关系 而且我们跟神有父和子女的关系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不再孤单了 我们不再孤单 我们有所属 我们有所属了 不用说对月亮 然后看影成三人 不需要再对月亮跟影子成三人 不单止这样 我们老了都不会觉得没有希望 不单这样子 当我们年纪老了以后 也不会觉得孤单无望 因为我们有不断的成长空间 因为我们有不断的成长空间 有一句话活到老 什么呀 有一句话说活到老 学到老 学到老 就是说永远可以有进步 也就是说永远都可以有进步 其实这里经文都是这么说的 其实经文也是这么说 为什么呢 因为它用了一个建屋的比方 为什么呢 因为它说到一个关于建房子的比喻 这家屋是越起越漂亮的 那这个房子是越起越漂亮的 所以是有成长 所以就是有成长 这个房子的根基很稳固的 那这个房子的根基是非常的稳固的 有使徒有先知 有使徒有先知 他们所传讲的基督耶稣 他们所传讲的耶稣基督 然后呢 这个建筑物呢 是有很多的单位的 那这个建筑物是有很多的单位 因为神的国度里面有很多成员 因为神的国度里面有很多的成员 在教会里面大家是肢体 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是肢体 用建屋的比方来说呢 就是有很多的螺丝钉啊 砖块啊 总之很多东西 那用建房子来比喻 就是有很多这些砖块啦 跟木材这样子的比喻 可以是互相配搭 可以是互相的配搭 然后呢 渐渐就建筑起上来 那渐渐的就是建筑起来了 最后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圣殿 那最后可以成为一座美好的圣殿 是神住在里面 是神住在里面 所以我说呢 基督徒一个很大的盼望 就是神在我们里面 那所以我说呢 基督徒有很大的一个盼望 也就是神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个别里面 在我们个别的人里面 比高药更贴身 比高药更贴身 而且不单止在我个人里面 不单是在我个人里面 在整个世界的教会里面 也在整个世界的教会里面 成为一个的圣殿 成为一个的圣殿 那我们怎么应用这些教训呢 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呢 我知道呢 跟着几个礼拜都会讲和平的 那接着下来也会继续讨论和平 所以我只说一个应用的 所以我只说一个应用的 就是以弗所书四章第三节 也就是以弗所书四章的第三节 以和睦联系 以和睦联系 写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切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换句话来讲 我们是有合一的潜质 我们是有合一的潜质 我们是可能彼此合一 我们是可能彼此的合一 问题是我们是要努力去做 问题就是我们要努力地去做 我们要使得大家彼此和睦 我们要使得大家都彼此的和睦 所以最后我有这个口号 请你看 最后一个 我是这么说的 我是这么说 谨记父上帝伟大的心意 谨记父上帝伟大的心意 看在主耶稣牺牲的情面 看在主耶稣牺牲的情面 知取圣灵所赐予的能力 知取圣灵所赐予的能力 化冤仇为和平 化冤仇为和平 要不要解释 不需要解释 我们记得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彼此合一 那我们要记得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彼此的合一 我们跟神化解了冤仇 我们跟神化解了冤仇 我们跟人也都要化解冤仇 我们跟人也要化解这个冤仇 我们不要忘记为了这个合一 耶稣付了什么代价 我们不要忘记为了这个合一 耶稣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在十字架上面流出他的补血 在十字架上他留下了他的保险 我们也都不要忘记 圣灵能够给我们什么能力 我们也不要忘记圣灵能够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能力 这里提到父 子 圣灵 圣灵我们靠着三位一体真神的力量 圣灵我们靠着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力量 能够有和平的果子 能够有和平的果子 我们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有宝贵的话语 求主继续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发挥功用 让我们能够活出和平的果子 我们这样交托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温 阿温 阿温